观众朋友们哭等撒糖的萌衣田七 终于迎来了高冷撒糖时刻 不过略七一时爽 追七火葬场 之前略七狂魔忌恒 为了能够再度收割田七的心 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接下来就跟着极之冒免的柴克夫 一起去看看吧 苦亲男主 谁能想到高高在上的杰帅 有一天也能卑微到尘埃里 本以为和田七缠缠绵绵到天涯的他 一夜间变成了杀害欣赏人全家的凶手 他对生活的杰帅 他的美好蓝图一瞬间化为乌有 田七狠心与他分手 亲手捅刀伤他性命 无论他如何挽回 都得不到田七一句好话 秒变苦情剧男主的结帅实在太惨了 你也没有错 只是不爱我 弟弟捅刀 七真作为竞衡的最大轻敌 一见到哥哥失去田七偏爱 就立刻趁虚而入 他对田七开启虚寒问暖模式 动不动就开启虎犊子 甚至不顾脸面 当用了田七心中无人替换的小哥哥身份 他不期放下往日勤奋 公然向季夫人挑衅要求带走田七 这名惶惶的呛人 季恒看了都感到头疼 疯狂到追 之前是田七狂撩季恒 正轮到季恒追气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花招看得人笑掉大牙 公然抢亲 结果抢错了对象 公开试案呢 结果惨遭田七嫌弃 变身跑堂小伙 露刷存在感 却只得到了一句 这要不是万红楼姐妹 出面来了一招激将法 也不知道结帅啥时候才能转阵 虽然这样的结帅 看起来惨兮兮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坎坷的两人 能够顺利重归于好 实在让柴可夫感到欣慰 想知道和好的两人 如何发疼的小伙伴 记得所定萌一天七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导具圈格夫 我们下期再见